字幕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Hello 大家好 欢迎收看型徒字幕僻缓晨 今天我又来到了 我们城西年华家园这个项目 之前带大家看的时候 它的示范单位还未整好 今天它就整好了 我们带大家进去看一看 它整好了之后整体的一个效果 现在又来到我们之前过来的 一栋七楼的示范单位 大家可以看到 之前未整完它相对来说比较暖 现在就是它整好了比较整洁的一个场景 这个位置就是电梯位 两梯五户的一个设计 我们先去看看我们整好了的89平方 最大壶型的89平方 这边吧 这个是胶标 然后这边就是我们放了家具的壶型 04和05同样的壶型大小 都是三房两厅两位商阳台 89平的壶型 大家可以看到这些深红色 就是我们完全赠送不计面积的 即是说这个厨房位是送给大家的 阳台就送了一半了 三米八极一个开间 进去看看 这个是我们的胶标 指纹密码索 我们的胶标 到来看见 是不是 放了这个 摆放了这些家具之后 和不摆放家具的话 是有很大的一个落叉 Jimmy觉得是否英俊了 是的 空间感即时出来了 是的 你看看 三米八的一个开间 这个厅位 很阔落 非常之舒适 还有我们餐桌这个位置 其实他现在摆的这个 六人份的餐桌 完全全足够你放一张圆桌 足够 是的 我们可以看看 这个位置的话 它是一个 L字形的厨房位 完全赠送的一个空间 它的商药桌部分 就是 有点凹了 做了我们里面的一些实用空间 这个的话 是我们的送一半的这个露台 大家可以看到 同样看回出去 就是我们的这个珠海的景观 那边很多自建房那里 就是十四川 东北向的一个向后 大家可以看到 这边 黑色的外场就是街景康城 很近 这里下面那条路 已经在施工当中 街景康买到两万多 是的 两万人 很猛的风 你看 灯被吹到 全向了 我们现在向七楼 但是风向很猛 这间就是客房 你看图纸 或者你看之前的空间 它没有那么大 你如果放了家具 整个空间就出来了 它放的这张米半的床 可以做到三边落床 这里可以放我们的一个大大的到顶的衣柜 对不对 整个空间那么好 因为我们飘窗台的位置 它全部放了 送给大家 实用性就强了 同样我们看看我们的宫位 不小的 对不对 很快 他们的宫位 几天 就完全安装了 赶工赶点 这间房间 你可以作为一个书房 或者是一间小型的客房 它现在就摆设了作为书房的一个用途 你可以看到 其实如果你说做塔塔米 在这一边的话 其实也是完全足够的 足够 我们的采光很好 对吗 对 因为我们前面没有遮挡 对 你看到 你会看到 街景康城 这一片也是 很近的 我们是这样的直线距离 对不对 那里你可以看到街景的会所 也看得到 我们之间的话 这些地块 已经是 有了它的一个设设的用途 保隆也在我们和街景之间 拍了一块地 要建商业 所以这里的商业都会很旺 我其实最期待 是它门口这条路可以通 它是直接连通珠海上涌 对 来到我们的主人房部分 主人房 好 看看我们的淋浴间 这个淋浴间相对小一点 不过都够用的 如果它再大一点 就更加厉害 它有一个缺点 就是洗手盆太小 是吗 唉 不过89 你想想89做两位 其实都可以了 我们的会议真的很实用 主人房的这张床 就相对会大一点 空间感也是很强的 同样 那些飘窗台 全装完之后 你的位置就多了 这个主人房的话 就看着下面的广场 也不少 今天过来看楼的人 也不少 你看这些车 好 我们去看其他的户型 这个89 其实是三只户型 我觉得最平平无奇的一个 我们去看一些 比较有特色的户型 例如我们88的南北对楼 这个是胶标 它们是一致胶标 这个是没有摆家线 对了 刚才好像跟大家说了 不小心说错 那道箱子 其实只有一个 只有一个冠击 对 对 那这个的话 都是同样的三房两厅两位 加观景样彩的一个户型 比它刚刚少一个平方 刚刚那个89 这个是88 那它们之间的特别就是 这个户型 03户型 它和01 它是一样的 但是它是南北对楼 南北对楼 这个空间 即那个厨房加餐厅的部分 基本上是传送的 好 来看看 现在这个胶标 这个位置可以做鞋櫃 因为它弄阔了 这个位置 你看 可以做鞋櫃 对楼 这个 这个88 好像做到别人99 对啊 这个开间是3.6米 很阔 对吧 最主要是这个厨房 哇 哇 很漂亮 很漂亮 之前没有弄好 没有太大感觉 现在弄好了很舒服 对吧 这个是我们的一个胶标 我们看了这个胶标 我们看了它放了家具的样子 你觉得更加大 更加震盒 你看房间大小 这样给你拍摄的话 其实是没有太大感觉的 让它进去 它放了家具的那个户型里面 你就知道它实际大小 其实非常大的 但是它这个户型 它似相比甘帝99 它还要比它大 它除了没有送的那间房间 即是那个结构性延办的那间房 但这个一样都可以做 和3米6的开间 和南北对流 实用性很强 主要是它厨房的位置 这间餐厅在这个位置就送的 很大 这个公共卫生间相对来说也很大 只看一个空间感 是不是 是不是不舒适那些100平的山房 是的 这间房间 这间的客房 都会比刚才那间感觉要大一点 比我们更多 对吧 我们看完我们的主人房 主人房它同样是一个套间 我以为我们这么早过来拍 已经没有人了 我就喜欢这个主人房的卫生间 大一点 我觉得 南浴区的那个卫生 会大一点 对吧 不过这个如果再大一点 会更加好 是的 美中不足 这个固形呢 它就看着我们自己小区的一个圆内景 和对面液进的一个景观 但是呢 中间因为都是两边的圆壇 它没有遮挡 这个看出去就阔一点 彩光都OK 我们同样看这个固形 放过家具的样子 放过家具的样子 那它就 它跟 另一个88 就夹住了77样中间 刚好两边就对称 那边是两户89 这边就是88 这个是77 我们最后先看这个神奇玩意 这个同样是刚才那个 那个88 一样的 只不过这个就放了家具 哇 这个好多人 入门可以像它那样做完鞋距 整片做完鞋距 我们这个走廊位实际很阔 但入门这个位置比较阔 这个鞋距可以做到这里 其实很长 哇 这一片鞋距 你不说我都没有留意 这个位置你认得很好 是 南北对楼 这个位置真的放了圆桌 你不觉得压抑 不觉得小 你看放了圆桌之下 是吧 放圆桌这个位置就是 就是做不到酒 做不到酒 对了 但是你看看它同样 这个位置就算放了个櫃也好 它都觉得够用 不过我觉得不放櫃好一点 会影响到它那个景观面 我们看一下我们的厨房 整个空间感位置 哇 好大 对啊 对啊 尤其你站在这个位置 就看出来餐厅 你不会觉得它是一个88的户 你会觉得它是一个 181的那些 南北对楼的大户型 就是这样的感觉 是吧 看回我们的厨房 它放了家具之后 有了软装之后 被人的感觉是完全不同 是吧 放了软装之后 所以其实 其实在买楼这件事来说 你要看回自己的一个装修 就是装修了之后 整个感觉就完全不同 出了来 对啊 之前可能大家看我们第一条片的时候 应该没有什么感觉 但可能这样放了这个家具 整完之后 可能大家的感觉就不同了 看回我们的阳台 因为现在外面的外面 还在装修当中 从这个景观面看出来 就当了 觉得暗一点 所以刚才带大家看03 它没有外棚架遮住的药 但实际这个采光都可以的 都可以 其实它们的朝向是一致的 看回房间 我觉得这间房做书房太浪费了吧 是的 我也觉得 太浪费了 它应该就直接做一个客房 其实这一边做塔塔米放床 这里还可以放梳妆桌 一样的 都是1米 1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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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很多小区都是1米 3米 你看看这一间房间 哇 这间房间 是的 它的房间当然不小 都看出去都很开阔 没有遮挡 目前来说没有遮挡 它里面开了窗中 梁傻 那个挖头路 正在收到 收到之后 一出去就是珠海 哇 这个通风很棒 是吗 梁傻 七楼就是 如果你选高楼层的话 更加好 我再来说个秘密 这里很奇怪 它中间楼层是最贵 反而向两边递架 所以你高楼层其实是便宜的 越高越便宜 主人房 主人房的卫生间 这个主人房其实都可以 放的是大床 三边下床之后 这边做衣柜 你看它的柜 有一只手 其实它可以再做幅 因为你看 这里还有位 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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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人房可以 它的楼间之间都很阔 这个就是88平方的 这个南北对楼的户型 现在就要带大家去看一个 坦州绝无近有的神仙户型 七十只平方 三房 两位 超纯纯 那天它没有放屋 感觉上就差一点 对 到它放了屋 我真的想看看什么样 给你们看看 它真的利用得非常好 它的空间感 很多人 这边 这边 现在的时间已经控制了 我们特别是做这个 和大家说 一定要说 这些深色的地方 它全部是赠送的 这间房子赠送的 这个位置 这是阳台半震送的 这个开间是3米6 这个厅 77平方的厅 是3米6的开间 那些要做到100平方 才有3米6 这个实际我觉得 绝对超过800 进来看看 一进门 这个位置 可以看到 这里你可以做柜 这里就是你的餐厅 还有这个开阔的厅 你这个户型 是否像我们中澳春城 那个77 不是 中澳春城的76 它只是两房 但这个是三房两围 这个户型 就像中澳的103 那个两边开的房间 是 一样大小 所以同样的一个平方数来说 这个户型的实用性 真的非常强 强烈推荐投资 这个户型可以考虑 真的 它的朝向又和88是一致的 朝向采光各方面 这些 这个位置更好 因为这个位置突出 还可以看别人的悬嵌 主要是看它赠送的位置 一定要好好跟大家说 它的房间就动静分离了 这边是厨房家 这边是住人房 这边是两个客房家公位 先看看这里 它和中澳76平方的那个厨房 差不多长 是的 但是这里就送了一个位置 这个你可以 估计当它是一个集物房 但是我跟大家说 可以怎么用 这个位置放洗衣机 这个位置放冰箱 因为这个位置放冰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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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你可以利用的很大 你的洗衣机就不用放在阳台 影响它未搬 还有这一部分的话 看看主人房 主人房部分 77做两个卫生间 你应该很少见到 很少 非常少 基本上我们拍过这么多 螢幕前来说是未见到 77最多是做一个卫生间 一个 因为80多 你做两个卫生间 都已经是非常高的了 有点夹 对 但你觉得它现在 它很小吗 不觉得吗 如果我不跟你说 你看完这个空间 你不觉得它很少 如果主人房再大一点 就更加完美 希望它送更多一点 做人也是贪心的 多大 好 这个位置真的非常值得重点说 因为这间房是传送的 传送 所以你为何可以77多一间房 三房就是这样的原因 比其他户型多一间房 比其他76的那些 同样的 这个位置 你好像它这样 放书桌 这里就放一张床 或者你其实这里 你可以做衣柜也可以 做衣柜也没问题 不过其实多余 不需要的 因为为什么 这里送了一个衣帽 这个位置 你可以做衣某间 全部都做了一个櫃 不要像它那样 放这种 整排都是櫃 到顶的櫃 对 整排都是到顶的櫃 这里就变成了你的衣某间 对吗 如果是被女女住 就觉得很舒服 这间房其实也不小 面积 这个位置是我们的公位 公位 公位 它就和主人房的那个 卫生间差不多大 不过我觉得主人房那里 会比较大 主人房肯定比较大 这间就是客房 客房放的是一米五的床 三边落床 那边做衣柜 你整体感觉下来 你觉得它似一个 似77平方吗 不似 似90几 差不多100 完全你说一百多 应该都有人信 是 做了三房 两个卫生间 住房又不小 我觉得已经是相当实用的 一个号型 所以强烈推荐大家 如果说投资 可以考虑这个号型 上次我们录这条片的时候 它还是未开盘 现在它已经开盘了 因为这两天的话 我们成交的数据 非常之好 开发商也都给到我们 营土之业一个特殊的优惠 因为我们是独家的 之前和大家报价的话 就是16000左右的单价 现在的话 靓楼层15000左右都有交易 还有特价的低楼层的单位 可以去到14000左右的一个价钱 如果各位观众朋友 对这个项目感兴趣 快点叫我们 下期见 拜拜